欢迎收看小理活球热火109大胜 这个篮网呢29分差点30分 杜兰特呢空砍24分4篮板 然后就是你们伟大的西蒙斯4分10篮板4助攻 还有5个失误 废了是吧那个西蒙斯已经废了 然后偶尔跑路这个篮网已经篮网两场比赛已经是拉西了 篮网季前赛还有几场比赛 篮网季前赛应该是所有知名球队里面最少的 后面还有一场跟熊路的也挺惨 是吧还有一场森林郎的 这不都是强队吗 就还两场了 两场了都不让欧文打一打 可能欧文也觉得这个球队也不适合他了吧 欧文又又继续发疯 完了篮网完了 这还打什么呀 全队全队一共拿了拿助攻 还没有哈登一个人得的多呢 全队拿了16个助攻 全场拿了16个助攻 那太不多了 哈登一个人就能拿16个助攻 这个球队就完了 篮板呢打个平手了 说证明还可以 篮板还可以 三分球呢 篮网28中五 这是胡人 这是垃圾吧 胡人呀 现在猴盖 猴盖 他中印 正常人能用纳什和杜兰特组成球队的人 然后把公骨之臣 是吧 动梁之臣 有公之臣哈登 攻抖了 又小人 是吧 诸葛 诸葛武侯的 出使表 其小人 远贤臣 所厚算 厚汉 可以轻腿 是吧 亲 纳什 杜兰特 远哈登 蔡 蔡同信 离卖球队 倒闭 不远了 就这么样吧 没什么可说的了 这篮网 进不了球赛 联盟到底 他们应该会成为NBA最垃圾的球队 杜兰特已经是晚节不保了 没办法呀 哈登不得分 不得分 哈登不得分 哈登不得分 这个76人也能 也能进球赛 也能赢球 两连胜呀 你不服也两连胜呀 你服不服都两连胜 对不对 就是这么气人呀 就是 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 是吧 就是这么尿性 你 你拦网 你想赢 你赢不了吗 没有这个能力吗 这个 杜兰特今天打了差点30分钟 累死累活的 累死了都赢不了 你以后 你以后有什么办法呀 带不动队 你要杜兰特一个人带队 他怎么能带队动队呢 没那个能力呀 当时也是抱着哈登和菲少的大腿呀 是吧 当时也是跪舔着 不是 跪舔着这个库里呀 才能有着 有今日呀 他带队能力本来就不行呀 为什么呢 没那个能力呀 现在 是吧 现在连这个火输了 后面呢 后面就得输活塞了 活塞输完之后 就没有可输的嘛 还能输谁呀 胡人都赢不了了嘛 还能干什么呀 没那个能力呀 后面就应该输 WNBA了嘛 没准哪天 连CBA都赢不了 是吧 是吧 WNBA CBA 中国女兰 他有可能都得输呢 对不对 很正常嘛 对吧 以后大家习惯了 反正 篮网输球让我快乐 这种 这种非理智性的快乐 你们是想象不到了 虽然 虽然他们把哈德弄走了 活该 活该已经不能 早点倒闭吧 希望赞中心 早点卖球队 我要有 我要有20亿 我就买球队了 我让赞中心赶紧回去 是吧 别玩了 你玩不了球队 你玩什么球队 你干嘛去 你在投资本家 烂资本家